马路对面的琴姐 琴姐快给表哥的粉丝打个招 扎行了 大家好,欢迎回到表哥的频道 自从琴姐来英国后,她一直心心念念国内的烧烤 19年的时候和琴姐去吃了东莞的烤肉资助 东莞在曼城也是老牌中餐厅了 但是他们家的烤肉是韩式风格的 琴姐表示味道偏甜,不合她的胃口 一周前刚看到朋友,朋友全力转发一家大学附近新开的自助炭火烤肉 感觉可能有点类似国内的新加烤串 赶紧约上琴姐一起去尝尝鲜 来之前在小欧书上翻了翻这家店 之前都是一世新的好评 而且我是看到一个朋友说这是她闺蜜开的店 所以还是非常期待的 尤其是后来无意间和乔宜提这家店 乔宜说她也认识这家店的老板 这家店开业当天老板还请她去试吃了 乔宜跟我说,她觉得口味会很适合我 可是就在来的前一晚 在小欧书上刷到一个学生分享的时候 他们家的肉不新鲜,是馊的 朋友圈小欧书上的好评都是买的水军刷的 老板态度也不是很好 然后还给中国人和外国人报不同的价格 突然让我心生忐忑 这家店开在曼达的商学院转角 对于学生来说很是方便 对于住在市中心的人来说 就很不友好了 附近也没有停车的地方 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加上暑假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客人还不是很多 如果是没有疫情的话 估计这家店每天都会被学生给包围 当做食堂吧 刚进来的时候发现接待的阿姨 服务的外国小姐姐都是特别友善和热情的 整顿吃下来后发现不仅她们 主要在食材区负责店的阿姨 结账时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娘的阿姨 服务都非常热情 态度非常的亲和 在服务态度上 这家餐厅真的没有可以调节的地方 值得五颗星 这家餐厅的大火烤串是自助模式 可以吃两个小时 我们当时吃的时候还有开业酬冰 大概一人二十磅左右 现在好像价格已经涨到二十五到三十磅一人 不同时间段收费是不一样的 整体规律就是 晚餐略过于午餐 周末略过于平时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生蚝善备这些是要单独分钱的 涨价后貌似就包含了这些略过的食材 其实曼城中餐厅的火锅自助也是要求两个小时 但是一般大家都吃不到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吃饱了 但是烤串还是从生的烤到熟的 今天这顿烤串也是表示在英国第一次在有规定就餐实现的情况下 吃到时间的 服务生小姐姐会在两个小时差一个钟的时候 提醒一下食客 快到时间了 食材的选择不算特别多 但是也没有说很少 看他们家微信上说的是 每天的食材都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基本的一些肉类都有 但是感觉素材略少 基本上除了面食以外的素材也就是豆皮 有些下水的腥味有些重 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之前有人在小欧书上说他们家的菜闻起来不太新鲜 但是我也不只能给烤的下水 所以我拿的那些肉类至少闻起来是没有感觉到缩掉不新鲜的 烤的肉类里我最喜欢的是烤鸡爽 还有烤排骨 两个都是事先有卤好 稍微烤烤就可以吃 很方便 肉也很入味 其他的肉类例如五花肉牛肉这些 因为都是新鲜的 所以烤的时候要刷些油 撒各种调味粉 不然吃起来会是寡淡无味的 当然那些素材也是 所以调制烤制料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自助餐盘上还可以免费吃冰粉 里面有加果仁 味道很不错 我们去的那天西瓜特别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 和清姐一起吃了好几盘 最后把人家西瓜吃完后 让阿姨去再切点 阿姨特别的实在 把切好的西瓜从后处钻出来后 先给我们撞了一盘 再倒到自助台上去 感恩这位阿姨 阿姨特别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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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te you You hate you I hate you Take me down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know I won't be here I know I won't be here It's somebody who loves me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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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